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就是有關於元件的概念 事實上元件的概念在搜尋也非常重要 因為元件有很多特性 是在搜尋裡面一直不斷使用的 不知道我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曾經用過SWIFE SWIFE事實上它就是全部把你都當作元件來看 所以你要做什麼當入當出那些都很容易 因為在搜尋裡面只有變成元件你才可以做當入當出這樣的動作 那麼元件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許多免費 好 傳出使用不用錢 傳出使用的時候它檔案不會增大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一個點券圖 假如你用兩次 那如果你要變成元件的話它檔案就會變大一點 就會變大一點 元件基本上中成什麼 三種 不能用紅色 用紅色有點不舒服對不對 用這個眼睛有沒有比較舒服一點 蛤 用這個比較不舒服啊 你不覺得嗎 好像有一點喔 用藍色很好 這個我的藍色是這一種的 好 眼睛有分三種嘛 一個是圖像 鬼子比較圖像 第二個按鈕 第三個叫 影片片段 movie tape 按鈕大家比較有概念 所以比較沒什麼問題 那比較 不要用真清楚的 就是圖像跟影片片段 視像搜尋特別做的話 影片片段 所以一般來講 大部分用影片片段其實比較多 好 有了這樣的概念 我們先來試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圓件有什麼特性 我們剛剛講的可以重複使用 不會增加檔案大小 第二個 如果你變成圓件之後 它在屬性的這個面板 會有多一個顏色 你就可以做所謂的R8 R8就是我們講的透明度 所以我剛剛講說你要變成像 彈入彈出 一定要變成圓件排行 好 那第二個呢 圓件呢 都有自己的獨立的時間走 我們一般 我們之前做的事都在整個座外面做對不對 但是這樣 一般來講我們比較少這樣做 為什麼 都會這樣你會讓你的 對你對嗎 看起來很複雜 以後要管理不好管理 所以絕大都是我們都會 把它變成圓件之後 特別管理 那 真正要遠處的時候才把它拿到所謂的主場景上 所以這個 這一點上每個 電影裡面有什麼 有很多演員 那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化妝間 可能 今天如果說比如說 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 男生 女生 如果說他們兩個有個對手戲 那這個呢 他們會先怎麼樣 是不是先拿到劇本之後兩個會先怎麼樣 自己先 切磋一下 預演一下 自己先表演一下 那這個呢 這是一個小的影片片段 你了解意思嗎 兩個人自己先對戲 對話的時候要跟 拿到什麼 主產品在哪裡演 再跟我們的部品 再跟其他的什麼 布角 合在一起 所以呢 這樣子我們就稱作一個影片片段 你了解了嗎 那我們拖電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一小段一小段開起來之後再把它組成什麼 小電影在主人大電影 所以是這樣的概念 另外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這樣子 變在研究內容的時候 動畫也會真的改變 這是什麼意思呢 叫做 本尊如果變了 分尊也會改變 比如說有些電影 男主角 一人分次兩角 有沒有 失散最後年的那個 兄弟 一直要對 早年 父母 禮異 或者是家道中落 然後就被送去領養 這不是很多那個偶像劇的 對你的題材嗎 就像這樣 那 也就是說 一樣就是這個 同一個演員 可是他分次兩角 我們的影片片段 或者是原件就像這樣子 他本身就是那個男主角 可是他可能要同時分次兩個角色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 打眼說 不好意思 這個人 不OK 換角色 是不是這兩個我要跟著看 這樣 本身變了 關鍵是要怎麼變 瞭解那個概念的話 所以 那這樣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 我如果說 萬一真的要改變的時候 我不用每一個場景都去改 我只要改變一個 全部都一起變 這個是他的優點 再來 這個元件之間可以自由組合 什麼意思呢 像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這個 A小電影 V小電影 C小電影 就是每一個 影片片段 這樣一個 元件 我可以把它組合起來之後 再把它怎麼樣 變成一個另外一個 元件 這樣你了解嗎 這個元件我就把他拿到場景上來用 所以我先組合好再拿過來 所以這樣會比較方便 但是有一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很多人會犯的錯誤 不是只有男生會犯 女生也會 按鈕不能包按鈕 什麼意思 因為有些人想要做什麼 做那種 兩層次選單 就是我在這裡 你看 比如說這是第一層 然後呢 如果你滑過去這裡 我滑過去這邊 它就會怎麼樣 彈出第二層 有沒有 我們選單單的一層有這種嗎 請問這個是按鈕 所以你滑過去 這裡要不要能夠按 是不是也是按鈕 對啊 這樣是不是要按鈕 搭按鈕 這樣在飛行內不行 這樣了解意思 我們在飛行內要做這個的話 是要用投機洗澡的方式做 它本身是不能這樣搭進去的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討厭的是 你這樣做的時候它不會緊張 也就是說你這樣做了之後呢 只是會沒有作用而已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它並沒有說這樣不行 這是比較 就是說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這個要特別詳細 再來 這個我想就比較沒什麼關係 所以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先看原件 總要分成 圖像 影片偏看跟按鈕 那一般來講 大多數的群形 圖像都是 進化 進化比較多 有沒有 像那個神奇寶貝 一段時間訓練好就會進化 有沒有 嘿 這個 它就是進化的 比較多 當然不是說它不能做動態的 只是 原則上做進化的相對比較多 那 影片變態呢 就比較不一定 可以是進化的 也可以是動態的 所以 這個群呢 會特別 將要這個 但是 在 圖像裡面有一個要注意的 我們現在可能等一下我們看一個辦理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 它會跟主要的時間軸 就是我們這樣的時間軸 有時候如果時間軸停止了 圖像也會跟著停 假設你在裡面做的是動態的話 那這樣就有一點問題 第二個就是 互動式的有沒有 聲音在裡面用 所以它有一點點效果 那影片變態呢 就比較沒有問題 你看喔 影片變態怎麼樣 這樣 獨立時間軸外 也就是說 時間軸停了 影片變態還會不斷地去斷斷 那這個就像什麼 就像你的身體 身體有 跟 什麼 隨意機 跟 不隨意機 知道嗎 不知道 舉手 你可以被控制 這叫隨意機嘛 這叫我可以控制的 這個啊 新疆你知道要停一下嗎 外頭也停著了啊 你說要停一下嘛 停一下就回家了啊 對不對 嘿 這個就不能停啊 這個停就完了 你可以 停止呼吸 但是心臟還不會跳 所以你知道那個 他們都 如果夾死 可以摸哪裡你知道嗎 有一些地方就騙掉別人了 有沒有發現 很多 這個武俠騙說 直接都撤這裡 有沒有 還把這個 完蛋了 這沒中 因為這裡不會跳了 為什麼 因為這裡 內頸 頸部 因為頸部是比較瘦 比較薄 這裡你可以摸到那個 主動脈 出來的那個 頸動脈 所以如果這裡 都不會跳了 那就真的 沒有心跳了 所以不是聽這裡 你摸這裡還不見得 摸脖子這邊有沒有 脖子下面這裡 你會很清楚的 感覺到 沒有感覺 在這裡啊 在大概這個下面 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會有感覺的 所以為什麼 小說啦 或你看到那種 殺戮片 他們很多都是 摸這邊 不是摸脈搏 因為脈搏是比較 末端的 所以那個 脈搏比較不明顯 你摸這邊就騙不了別人 其實他是要 這樣低氣的 就咬這個跳 所以 這個呢 我們剛剛這樣解釋過 各位有沒有比較清楚 影片看到那種動態 他會自己不斷的循環 除非你叫他停 不然正常預設這樣他會不斷的做 那麼按鈕就比較沒問題 按鈕就比較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這樣你知道了嗎 因為我坐在這方面的時候 這裡 主持肩腳是不是停下來的 你看右腳部門屠上有沒有那麼平 可是左腳部門 有沒有 身後來幫我很累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天灘地牢 他也不會停 所以這個就是兩個主要的差別 這樣了解了嗎 那 了解這樣的差異之外呢 我們要來做毛毛床 舌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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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這個我就先評一下 好